人的一生难免都会遇到不想面对的现实 一连慧之功发挥自己的强项 演绎抗癌勇士的故事 如果我是这个患者的话 我能不能够做得像他一样 我有没有这个勇气 首先自己去接受这件事情 我才发现其实陪伴聆听很重要 新安 深旧安 雪龙慈季 矮友互助会自2013年成立至今已有十年 3600多个日子以来 矮友互助会一直是矮友们的心灵加油站 十年来不容易 可是我们有矮友跟着我们 就是一步一脚印的 互助会就是互相帮助的平台 不是one way ticket 只要大家面对面 那个情 那个诚 那个才会感受得到 那么一定要有正面的思想 不要去抓牛角尖 能够的话走出来 把自己的认为说不是很正面的 全部抒发出来 之后有人会替你分担 会替你节悠 欢迎大家去参加 数据显示 癌症病患在一个互助的环境下 死亡率将降低25% 矮友互助会的成员们彼此相互陪伴 也努力的发挥生命的价值 举办一脉并将所得捐赠慈善基金 不管是你健康也好 还是你在病中 其实通过这个绿活 就是种植一些植物 你就能够就是让你舒缓 你的身心方面的一些 可能压力啊 还是病痛 很多人认为就是中了癌症 就是世界末日了 但是我看到这边这么多的癌友 他们还坚持不放弃的这种正能量 真的很让我们感到很开心 跟很积极 中央我们要走未来 还有复诛会 病痛虽苦 但患癌不是末日 只要有人真诚地送上关怀与温后 也能让病人重新站起来 麦大爱吉伦坡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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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